每过一小时他就会查看自己20亿的存款 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 在某天早上醒来后 发现自己被困在自己的别墅里 需要通过视网膜解锁的保险柜竟被打开 而里面的银行账户密钥也已经消失不见 就在这时 房间的电视自动开启 播放着与他有关的财经新闻 这则新闻称 刚刚获得年度财经人物荣誉的 腾远基金CEO钟晓年 今天早上9点整在公司官网发布了消息 宣布他将辞去腾远基金CEO的职务 然而钟晓年完全猛啊 这妥妥的诽谤啊 他从未发布消息 更不可能辞去月薪过亿的职务 他试图拨打电话确认 却发现手机失去了信号 愤怒之下 他随手拿起高尔夫球杆 疯狂地敲打门锁 但房门依旧打不开 他透过门锁向外望去 却只见无尽的黑暗 这时 电视画面再次变化 钟晓年感到非常气愤 他按下遥控器的播放按钮 画面上播放着他多年来 利用不正当手段操控股市 贿赂高官 逃税等犯罪行为的证据 甚至他私下是个时间管理大师也被揭示 对方似乎对他的一切了如指掌 这让一向自信的钟晓年陷入了恐慌 他的大脑飞速运转 探寻一切可能性 看着电视画面上展示他的一张张隐私照片 钟晓年怒不可遏 想砸了破电视 却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电视屏幕上 原来房间早已被人装上了监控设备 在这时 他听到了对讲机的声音 随着声音的引导 他找到了对讲机 他十分傲慢地问着对方是谁 然而神秘人却回答了与他问题无关的内容 表示要与钟晓年玩一个游戏 在接下来的五天里 每天九点半 他会收到一道选择题 每道题只有两个选项 他必须在三分钟内做出选择 否则将默认他选择了两个选项 钟晓年压根不想搭理他 认为他是小学生 这么幼稚 下一秒电视上就出现了今天的题目 第一选项是宣布与妻子离婚 第二选项是曝光巨额逃税 钟晓年认为是妻子在整腰额子 因为他们最近感情出现问题 妻子不满他不择手段骗取钱财的样子 在昨天和他提了离婚 对方完全没有搭理他 气得钟晓年直接砸了对讲机 可答题时间已到 由于他没有做出选择 神秘人默认他两个都选 很快新闻便报道了钟晓年在公司官网 发布了自己经常与女富豪甜蜜双排 接着电视台还收到匿名举报 检举钟晓年巨额偷税的实质性证据 钟晓年怒气冲天 他试图撬开窗户逃离 将牵引带固定在跑步机上 然后将皮带速度加到最快 试图用跑步机的力量拆除窗户的木板 然而木板被拆除的瞬间 反而将它撞伤了 不知过去多久 他终于成功拆掉了窗户的木板 可让人意外的是 木板后面竟然是厚厚的水泥墙 钟晓年立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他再次拿起对讲机 表示愿意出双倍的价格 无论幕后主谋是谁 不料这番话却激怒了神秘人 房间里的灯光突然变为红色 紧接着房顶的通风管道自动打开 温度迅速飙升至65度 这种温度是人类争桑拿的极限 等钟晓年脱光衣服后 房间冷气迅速涌入 温度突然变为零度 与此同时 外界的情况也在乱作一团 新闻报道将女富豪瞬间变成舆论的焦点 而钟晓年的妻子也收到了神秘来电 第二天 钟晓年动得几乎像一条死狗 从新闻中得知妻子自杀未遂的消息 整个事件笼罩在一片迷雾之中 我老婆为什么会自杀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到底是谁啊 钟晓年感到愈发崩溃 因为他所经营的一切 他所付出的努力 都是为了这个家庭 看着对讲机 他有了逃离的办法 为了躲避监控 他悄悄藏在洗手间改装对讲机 竟然真的与外界连上了 一个财经记者听到 钟晓年自称被绑架的消息 但记者对此次怀疑态度 关闭了对讲机 然而钟晓年并未放弃 他蒙上监控 接着改装吹风机 成功地切割开了房间的木门 然而当他走出房间后 才发现这里并不是他自己的别墅 而是一个被1比1复制出来的空间 他靠微弱的灯光 发现一条通风管道连接着外界 答题时间再次到来 他面临了新的选择 题目是曝光他操纵股市 或者曝光初中同学是商业间谍 钟晓年没有犹豫 选择了后者 初中同学曾经追求过自己的妻子 至今还对妻子念念不忘 而同学目前是腾远基金副总裁的助理 此时他正拿着钟晓年的视网膜 找人帮忙还原出来 原本只需要5分钟的工作 他却向副总裁谎称要一整天 第二天 副总裁带着同学匆匆赶来钟晓年的别墅 然而当他们打开保险库时 却惊讶地发现里面已经空无一物 同学在房间里找到钟晓年的护照 就当他们一头雾水时 副总裁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对方让他打开电视 新闻上正在报道同学是商业间谍 钟晓年在公司官网自报与同学的关系 公开了两人大量的短信 内容全是涉及到副总裁的商业机密 副总裁立马怀疑是同学偷走了银行密钥 两人在高速路上一路狂飙 但由于车速过快 同学不慎翻车了 为了保密 他最终交出了偷走的密钥 并承诺能帮副总裁获取账户密码 接着 他竟与神秘人进行了通话 神秘人先是答应帮他得到魏斯蒙 然后责备他贪心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在同学苦苦地哀求下 神秘人让他进行视频通话 此时同学的画面出现在钟晓年面前 神秘人又给出了选择题 第一项是保持沉默 第二项是说出账户密码 为了解救同学 钟晓年最终选择了提供密码 然而当副总裁得到密码后 他并没有打算救同学 选择了让这个背叛者彻底消失 结果同学在巨大的爆炸中化为了灰烬 然后副总裁烧掉了钟晓年护照的一角 将其留在车祸现场 此时钟晓年的电视画面再次消失 他漠然无语 愤怒地摔掉了房间内的监控 望着房顶的通风口 决定展开自救行动 他顺着通风管道向上爬 出口却被紧紧封死 但他也不是一无所获 至少知道自己被困在类似防空洞的地方 与此同时 副总裁发现密钥是假的 那么只有一种可能 神秘人早在同学之前就把密钥掉包了 他们俩不过是神秘人手中的妻子 然而当神秘人输入账户密码后 发现钟晓年的账户余额却只有五块钱 愤怒的神秘人立刻提出了第四道题目 曝光自己杀害藤远基金创始人 或者揭示私密账户中资金的流向 创始人是钟晓年的恩师 但钟晓年为了自己能成功上位 与副总裁一同造黑料陷害了创始人 这导致了创始人身败名裂 最终跳楼自杀 钟晓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 因为他想到了能证明自己就是自己的办法 他再次通过对讲机联系到之前的财经记者 告诉他立马看今天的新闻 上面将报道他陷害创始人的消息 果然 新闻中充斥着他谋杀恩师的报道 这一次 记者相信了钟晓年的身份 然而他尝试报警时却被制止 因为钟晓年表示自己已经成为了嫌疑人 只有逃脱后 他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钟晓年让记者随便开假 但记者表示自己并不缺钱 他更渴望在事业上取得成功 接着提出要钟晓年接受深度的视频采访 以及24小时的跟拍记录 好 成交 与此同时 警方在车祸现场发现了钟晓年的护照 副总裁成功把死者伪造成了钟晓年 从而让魏斯蒙成为法定继承人 然后利用他肚子里的孩子威胁魏斯蒙 逼他无条件将所有股份转让给他 同时 副总裁也通过贿赂法医 坐实了死者身份为钟晓年 钟晓年得知自己的死讯后 匆忙联系记者 希望能够寻求帮助 他想到了一种方法 可以快速暴露自己的位置 他放火烧了屋内的所有物品 让浓烟越来越大 终于 记者找到了他的所在地 利用车上的拖车绳将他救出 钟晓年带着记者回到家中见妻子 然而刚见面就吃了寄爱的抚摸 妻子劝他去警局自首 但钟晓年不愿因此而身败名裂 他决定找到幕后操纵者 找到证据 以此证明自己的清白 为了安全起见 他带妻子回到他们最初住过的出租屋 这里保存着他们所有的美好回忆 经历了种种事件后 妻子再也不愿与他分开 原来 他当初选择自杀 也是受到了神秘人的威胁 只有其中一个人死掉 才能保证另一个人的安全 为了救丈夫 妻子选择了牺牲自己 得知这一切后 钟晓年更坚决地要找出幕后黑手 他带着记者来到了家具工厂 因为幕后的人复制了他的别墅 但唯独那张床是此人专门定制的 因此只要找到那张床是谁复制的 就有可能找到幕后的人 然而当他们找到了订单后 上面竟然写着他恩师的名字 但是创始人不可能没死 因为是钟晓年亲自料理的后事 原来当年 副总裁揭示创始人如何操作股市 将他推出局面 但创始人背后的金主一直在追查他 被逼无奈下他走上天台 他最后一通电话打给了钟晓年 然而当时的钟晓年并不知道这些 如果他知道 他一定会将钱还给创始人 因为他并不想害死他 只是想要取而代之 可现在已经为时太晚 目前只有一种可能 现在这个创始人是幕后黑手冒充的 钟晓年通过订单地址找了过来 让记者留在车上等候 而他自己冒雨下车开始寻找 很快 他找到了地址上的房间 然而房间里却堆满了他的个人信息 突然 门外出现了一个人影 钟晓年连忙追赶 他几次都差点抓住神秘人 记者打算用车堵住巷口 结果神秘人还是逃脱了 回到家后 钟晓年再次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最终 他们达成了交易协议 钟晓年答应用账户中的资金 来换取神秘人手中的全部黑料 他们约定在晚上当面交付 但同时还有一个附加条件 那就是要拿到同学当时被害的视频 妻子对他的安全感到担忧 问他为什么不直接将钱转给神秘人 钟晓年只得向他坦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那一天 妻子提出了离婚 他担心律师介入会查到这笔黑钱 所以他将钱转给了女富豪 希望通过他的渠道将这些钱洗白 然而在如今的情形下 女富豪很可能不会轻易给钱 不过只要妻子能帮自己见两个人 钱的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随后 妻子出现在副总裁面前 他表示腾远基金是他丈夫多年的心血 所以他不愿意放弃 鉴于副总裁的动机是为了钱 妻子提出自己可以高价购买副总裁的股权 经过商讨 他们约定美股按明天的收盘价进行结算 妻子又找到了女富豪 希望他能够收购腾远基金 还透露他已经以明天的收盘价 购买了副总裁的所有股份 他愿意按今天的收盘价卖给女富豪 然而女富豪是个精灵的人 妻子并没有过多纠缠 就在准备离开时 女富豪叫住了他 表示他已经得到了 副总裁为了拉高股价四处筹钱的消息 女富豪知道明天肯定大赚 但钟小年提醒妻子 因为女富豪手上的全是黑钱 所以交易必须以黄金进行 很快 钟小年接到满满一车的黄金 而副总裁还在加班加点拉升股价 但与此同时 杀害同学的视频已经传播开来 导致腾远基金的股价瞬间下跌 副总裁也因涉嫌谋杀被通缉 钟小年来到约定地点与神秘人进行交易 然而当他拿到资料后 神秘人却被副总裁偷袭 钟小年感到难以置信 原来女富豪留了一手 在车上装了定位设备 在发现被骗后 他联系副总裁 承诺只要找到黄金 就会分一半给他 面对充满杀意的副总裁 钟小年只能交出车钥匙 但副总裁并不打算放过他 正当他准备动手时 警笛声响起了 原来钟小年提前报了警 副总裁只得带着黄金匆忙离开 然而实际上并没有警察 这一切都是钟小年精心策划的 真把钥匙给他了 能动脑子谁还动手啊 我给的是公司办公室的钥匙 一切都已经定局 第二天 钟小年召开记者发布会 他已被非法拘禁为由 对自己进行了洗白 但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现场的灯光突然熄灭 随后钟小年的手机 收到了一条视频 令人意外的是 视频竟然是妻子被绑架 他身上还被绑上了 十公斤的炸药 紧接着 钟小年收到一条短信 这一刻 他才意识到 游戏还未结束 他别无选择 只能继续 接着 他又收到一条信息 现场的记者们正在散去 钟小年突然在大庭广众中 脱下了裤子 从演讲台下拿出了炸弹 然后将其穿在自己身上 随着一条条信息发出 钟小年被迫听从神秘人的指示 越来越多的记者聚集在现场 他顾不得旁人的目光 从垃圾桶中找到了下一道题目 记者和妻子只能选择一个 跟随的记者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们被突然亮出的手枪吓了一条 匆忙后退 然而在他纠结着要打哪个人时 手枪突然走火 正好击中人群中的 之前帮他的财经记者 但是钟小年没有时间解释 他迅速冲向预先准备好的车辆 按照神秘人设置的导航行驶 然而 当他下车时 他却没有料到会在这看见女富豪 咬死女富豪就是神秘人 但接着手机再次接到信息 选择与女富豪离开 还是透露保险箱密码 他毫不犹豫地输入了密码 就在这时 一辆黑色轿车冲了出来 关键时刻 女富豪推开了钟小年 自己被撞飞了出去 而开轿车的正是副总裁 他拖着钟小年来到车前 命令他打开金库大门 然而 他没注意到钟小年随手拿起一块金砖 就在他陶醉于眼前的景色时 却被钟小年从身后偷袭 一下子被打晕在地 接着 钟小年急速奔向天台 终于找到了被绑架的妻子 可妻子被铁链牢锁住 无法打开 就在此刻 身旁的电视突然亮起 上面播放的录音 居然是他和妻子在老宅的对话 终于 幕后的真凶现身 正是一直跟拍他的财经记者 他的真实身份居然是创始人的儿子 他告诉钟小年 他们两人身上的炸弹将会在同一时间爆炸 但如果有人提前引爆 另一个就不会爆炸 双方的影线就在钟小年的两个肩带上 眼看时间即将耗尽 钟小年这时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多年来 追求金钱使他冲昏了头脑 他吻向妻子 然后依依不舍地向后退 纵身跳下去 在计时器即将结束的瞬间 他引爆了身上的炸弹 副总裁也因谋杀被判处死刑 而钟小年则因操纵骨架和洗钱等罪名 被判无期徒刑 原来 当钟小年拉下影线的那一刻 背包里却突然弹出了降落伞 这一切也都是记者的精心设计 既然钟小年选择以死负罪 那么记者也选择原谅 毕竟 是他的父亲犯罪在先 最后的困难